哈喽大家好 我是家梁 今天来到珠海带大家看坦克联盟珠海的改装会展 特别多 看的特别过瘾的坦克300的改装展 哇 简直太棒了 咱们转一圈带大家看一下 说起坦克品牌坦克300坦克500 在带着大家做了好几期自驾游了 都是裸车 速车 今天咱们就看这个比较过瘾的改装 一进展区就这两台 改的特别大 宽体加大轮胎的坦克300 这款改的就特别的过分了 只能说过分了 看这轮胎外扩的 包括这 加宽的轮媒都已经遮盖不住轮胎的霸气了 而且它的轮毂还用了这种特别有罗锋元素的 加上一个铜色 金铜色 这还有一个头盔 碳纤维的 注意个细节 这是油箱口的盖 有一种溃茎的感觉 包括这里 都是金属的防护罩 还有绿巨人装饰 要细节还真有细节 这里现在还给了一个非常夸张的中初排气的装饰 这款也很过分 低调的过分 就是保持了这个信仰式城这个颜色 但是对底盘进行了一个重改 就是接下来顶火的坦克500 应该在夏季上海车展上也会展出这一款 有那种外形盔甲的感觉 特别素的一个白加上 特别有撞击力的黑色 蜂窝状的一个轮骨 这是超进气车 也是年年产展的坦克的量产版的这种很有概念设计的车型 怎么看那是配色呢 就看这个这是橙色的 那一个是蓝色的 它就是很有那种赛博朋克的感觉 叫赛博坦克 贯穿式的灯条 晚上点亮的时候特别漂亮 而且这一次展出的这个全黑的高亮漆 有很冷酷的感觉 轮骨的话搭载了个275 45 21英吨的 没有之前咱们看那个轮骨那么夸张 但整体来说的话 挺显得这种高级的优雅的配色 其实包括细节的地方可以看到 它这是一个黑色的一个镀铬 它是有色差的 层次更加丰富一些 并不是这种纯镀铬的 它的初代车型就那个灰色版本的 是那种灰色加亮镀铬的配色 两种风格 咱们看这一块 像超镜的这些元素 在它们系列的车型上都会出现 实际看到这个蓝色是要比我镜头中还要跳的 很新鲜的这个颜色 包括这个椅型上也有超镜的这种几何线条 前方挡板这里也是采用了我上面说到的 黑色高亮度镀铬的这种效果 不是全黑 它是也不是全镀铬 两者融合的一个颜色 包括上方空调试板这一块也是 这是23款的坦克300改的 这里都有按键了 这上方也都是帆毛皮的材质 手工缝合的 特别精致 很有这种厚重感 这里还有帆毛皮的包袱 后排同样也采用了这种配色 包括车顶 它都采用了这种帆毛皮 这里有帆毛皮 然后碳纤维的试板 以及这个音响位置也做了 特别精致的这种金属的效果 车尾赛波坦克的方盒子很经典了 从灰色那一代车型就有 上面一个尾翼很宽 但很简单 块面切的特别清晰 它对避震也有生机 K慢的 比较成熟的一套改装系统 这是一个车顶帐篷 它这个车顶帐篷以中不同的是 咱们传统车顶帐篷都是软质的 它这个就有点像板房 更方一些 而且它收纳之后呢 做了一个类似于和车顶齐平的 这么一个高顶的效果 有点像之前咱们看过的那些什么 高顶的面包车 加高这么一块 其实是它的这种板房的收纳空间 而且还带个天窗 带个天窗 可以把脑袋看出去 旺一下吧 就有种二层小楼的感觉 这款就是主打的这么一个套车衣 这套车衣还挺狂野的这种效果 做了好多成这种拼图 贴图弄在上头 做旧的这种感觉 这款车最大的亮点 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就在它这个后边小书包的这点 它把它出售的这个简单器 产品挂得也行了 有没有一种火箭推进器那种感觉 这还有一个改装 橙色的 而且它也做了个贯穿灯条 包括这里高亮度的灰色 金属灰色 然后橙色和贯穿灯条这种组合 挺有细节的 而且也是加了宽体和大轮骨 挺厚的 这个车头的厚 橙色感特别多 这一个小网 这一个大网 下方还做了一个网 所以车头显得特别厚 而且它在这个宽体轮梅上做了 这种高亮度的金属银色漆 画了个线条下来 就这种机甲的感觉 像嵌入里头的机甲 包括这里装饰的口 后轮梅也是做了这种装饰线条 有这种嵌入的机甲感 车尾的话也采用了这种方形的小书包 行李箱 包括上面特别宽的尾翼 基本上这都是这种重改 外观的坦克300的必备元素 方式包 大尾翼 加宽体 这边有这么四台 造型也不错的 我特喜欢中间这一台 有没有和我一样喜欢这一款的 把亮船打在公屏上让船家看见 就很有拉力车的感觉 而且它的这个杠直接衔接到这了 这一圈保护太全了 包括两边的射灯 它都做了射灯盖 而且很多拉力车都会把这个后面的车窗 就不用的车窗都给粘上 就是一式轻量化 而且避免玻璃翻滚 或者说烂住行驶的时候 点拨咳碎 这大挡泥板 而且这个宽胎我特别喜欢扁平比特大的轮胎 这个是3157017英寸的轮胎 很简单很宽 特别爽 这个模型做的很精致 包括里面的档位啊 中控导台的一些按键 都和驶车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座椅上还有花纹 这个视角如果说不是穿帮的话 旁边景穿帮的话 你还以为是真车了吗 轮骨也很精致的 这还有一个风铃铁漆板的模型 昨天我发了个短视频 这款很多朋友想看 可能是因为它的颜色是这种蓝白撞色吸引的 那这个车显得特别的圆滑 包括这个白色的杠 前头一整块都是白色的 很圆的 钢铁绕着灯 转一圈下来 这种配色的话 其实像刚才咱们看过那个配色 它更多带给了这种温馨 或者说轻铝 这种感觉 虽然说它的轮毂吧 咱们单看造型 如果说还成黑的话 特别的凶 但是它喷成了白色的 就显得特别的优雅 就像一个坦克游艇一样 可能这么来描述吧 旁边就是黑顶黄色深的一个小龙 看到这个轮毂 跟刚才我说那个白色的造型是一样的 但是它是黑色的 所以看起来就更凶一些了 这两款坦克其实改装的地方 都是一模一样的 和旁边那个蓝白 这个蓝白色的是一样的 但是就因为配色 那一款给人就这种很温馨的感觉 而这款看起来就更凶一点 更硬朗 都是那种圆弧形的 前杠 而且贴的还是挺近的 这一块 它这个黑黄配色 更有冲击力 这是18的 1比18的坦克300 是蓝牙的 然后这边的64的拖翼模型 往期节目都给大家拍过 咱们就现在坦克500的 18的核心模型没有拍 等回北京给大家拍期详细的 我就买一款 咱们现在展台这看一下吧 叶压杆的 叶压杆加小脚的 根本没有狗腿 这做工特别的直 然后里头一个V6的鸡头 这做工可以啊 然后侧面 它这个是商务版的车头 运动版的车尾 车内 做工可以的 空间表现和真车都是一样的 而且它是个五座版的 咱们看一下后备箱 精致度可以啊 我再给大家带来两款速车 城市版的坦克300和越野版的坦克300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 这都是这个是边境版的坦克300 风铃铁漆 这几款都是我们 直接就能买到的 成品车 量产车 也是性价比超高的 20多万 20多万你就能拥有 这么一台硬派越野车 多值啊 好这就是嘉良在初海给大家带来的坦克联盟展会的现场报道 我是嘉良关注我 抢先带你看更多新车